法国巴黎圣母院今年4月15号突发火灾 火灾之后的修缮工程在7月底暂停 当地时间19号 巴黎圣母院的修缮工程重新启动 法国文化部方面表示 由于巴黎圣母院面临坍塌的风险 眼下的修缮加固工作迫在眉睫 相关作业将使用可移动的除污染装置 作为隔离防护 同时作业人员也将接受更多 关于防止迁污染方面的操作培训 巴黎圣母院4月15号突发火灾 圣母院的屋顶和塔尖被烧毁 由于圣母院被焚毁的建筑材料中 所含的大量迁 随着火势蔓延及浓烟散播 导致迁污染 修缮工程于7月底暂停 从8月13号开始 巴黎市政府在巴黎圣母院附近区域 使用高压喷洒的方式 深度清洁 因圣母院大火造成的迁污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